上千名的缅甸侨民 聚集在自由广场 缅甸反政变抗争持续延烧 军政府更是血腥镇压 身在海外的缅甸侨民跨海深渊 拿起锅碗瓢盆 用尽全力呐喊 不要独裁 不要专政 好的朋友 他们就是在缅甸 有些可能已经被逮捕了 有些可能就失踪中 就是每天就走在街上 然后就是表态 我们就是都渴望这个民主这样子 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缅甸华侨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站出来争取 我们自己的民主 跟我们自己的未来 从二月爆发缅甸政变以来 不断有民众质疑 中共资助缅甸军政府这样民众 曾参与1988缅甸8888民主运动的杜柯克表示 这是众人截职的事情 并谴责中共 一方面必谈血清镇压 一方面却又非常关心他们的利益 你没有关心过我们缅甸人一个人死掉 被杀的 死得越来越多 但是中共到现在 他们认为是一个内政的 所以说我们缅甸人越来越 不喜欢给中共用力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政府 诅咒为虐 去支持缅甸军队 用他们做的缺锐弹 去残害缅甸人民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去压坡所有自由世界的人 但是缅甸 香港 台湾 我们都会一起站在一起 一朵朵的白色玫瑰 当年缅甸政变的受难者 截至3月21号 死亡人数已增加到248人 超过2100人被逮捕 主办单位也表示 28号还会有一场 由缅甸侨生举办的声援缅甸活动 邀请民众一同参与捍卫民主自由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正如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